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谢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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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不习惯啊 我不喜欢穿袜子 哎呀 好想换回我的拖鞋 说什么傻话呢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正在这位女士 富士纳米亚 谢谢 谢谢 那咱们走吧 可以麻烦您当护花使者吗 乐意笑容 哎 这是那处 好帅啊 我呢 我演什么 不知道啊 仆人之类的吧 啊 总这样啊 啊 总这样啊 我们现在上电梯了 幸好没问题吧 画面好像有点卡顿 不过没问题 这里的安保很严格 确实是五号地区没法比的 就是啊 我们还得多谢小千呢 请问我 请问我 谢谢您的 老板是7.5号 幸福 赌场就在那扇门的后面吧 接下来才是关键 感觉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没错 这里肯定就是为超级VIP提供的 你看 那是 那是一种筹码叫饼干 一枚大概等于一千万日元吧 一千万 真的假的 陈日 你能看见吗 能的 你们能判断出 黄兔看起来会接触谁吗 比如一直在赢的客人 好 我们找找看 嘿 handsome 等一下 童师哥 您在看哪里呢 我这是为了你 觉得看看也无妨 什么为了我 我 大哥太聪笼了 我们转了一圈 全都看过了 感觉没有特别离谱 一直在赢的客人 客人 大部分都是亚洲人 不过他们好像都玩得很开心 刚才我听到了几个客人聊天的内容 说是老板 说是老板马上就要来了 老板 就是我们在找的黄拓吧 没错 没错 是黄拓 他好像每天都会来这里露个脸 又要来了 是什么时候来 这个吗 我就不知道了 真是说曹操 曹操 曹操就到了 曹操就到了 就到了 他就完了 这就是他了吧 帮我们 露个脸 也放了 我 需要 千岁小姐 还有 镜头后的春日一帆先生 您能看见我吗 看来我们早就暴露了 各位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吧 你们来的这一路 我们动用了所有能用上的安检措施 对你们进行了检查 普通的小型偷拍设备而已 我们肯定能检测出来 毕竟这个地方接待的 可是来自世界各地的VIP 用来接待VIP 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太吵闹了吧 光顾此地的各位客人 早就已经厌倦了 理所当然的奢华生活 他们会来这里 想要满足的其实是一种优越感 什么优越感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优越感 他们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一直在追逐着美国这个大国的背影 美国牧强自由 是他们梦想的国度 他们一直向往着那样的美国 但同时美国也让他们产生了自卑的感觉 为了消除这种自卑的心理 他们一直拼了命地努力工作 美国卿的心理 美国卿发生了一百八十多大转变 美国开始重视多样化 摒弃了牧强的思想 比起个人自由 更重视他人的感受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里 享受着曾经向往的美国吗 是的 因为这里有他们曾经热爱 又在内心某处憎恨过的美国 帮助客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内心的追求 这就是这家赌场的经营理念 几位爷在这里玩一玩就能明白了 很不巧我们没兴趣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是为了你 那真是荣幸 我会尽力招待各位的 尤其是春日先生 我一直想和他见一面 可以请各位把他叫过来吗 快告诉他千万别过来 这件事肯定有阴谋 不 不 谈不上阴谋 毕竟他现在 本来就在威胁春日 他的意思是 你不来我就杀了这些人 您这么懂行就简单了 我说的没错吧 都听见了吧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他好像已经到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虽然我还没法习惯这里的氛围 是吗 恭候您多时了 欢迎光临 春日一帆选上 谢谢你邀请我过来 我们刚好有点事 要问问你 其实我也有点事要问各位 具体是什么 各位心里有数吧 是倩女士的事吧 我们要问的事也一样 很好 这里太吵了 结尾请 我们还是到里面去慢慢谈吧 我会叫人背上好久的 居然不让我们在这里开心开心 好歹也是以客人的身份来的呀 那可真是抱歉 但是我的时间 每分钟都很金贵 非要说的话 价值大概和您在这里中个头奖差不多吧 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好了 走吧 几位请 这可真是 这里就是涅槃案 建交帮首领的据点 感觉已经不只是朴素了吧 我们前几天 去你们的同行苏瑜那里打扰了一下 他们首领那个房间 一看就知道是黑手党的老巢 看来你们这里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 其实我以前也是拼命地赚钱 然后不停地买那些昂贵的东西 用来给自己装门面 但是 有一天我突然就醒悟了 只要是用钱能买到的东西 我无论什么时候想要了 都能得到 一旦有了这样的信念 我就不在意手边究竟有没有那些昂贵的东西了 手边放着的 只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就够了 我的话 只需要这套桌椅 还有电脑 外面那些因为投资的点数和牌的大小 情绪时好时坏的人 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 不能强求你 懂得顾客就是上帝的道理 可是你也不能瞧不起人吧 是我不小心说太多了 谁叫我很少遇到能说这种话的人呢 好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 春日一帆先生 曾经在帕雷卡纳开市的抚养机构 担任所长的倩女士 是您的亲生母亲 我说的没错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过应该没错吧 我们正在寻找这位倩女士 您要是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希望您能告诉我 当然 我会奉上谢礼 真不巧我也不知道 不过 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那我们就来看看 您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吧 李他留张嘴说话 除了春日都杀了 博尔宫的女儿也是 他说什么 还用得着问吗 各位 准备好上了 公主是谁 给你打托了 红尔宫的女人 全力以赴 看来 加拿 全力以赴 哼 方法随身感某排 干什么 在哪呀 哼 呜 呜 呜 权力以赴 这 还不咋 状态不错 怎么了 可要让我尽兴一点 我来对付你 看招 我来了 今晚来吧 好了 别怪我 来点狂野的 我甩 我甩 我套 还不上 交给我吧 要动手吗 绝物吧 我心里的 什么 什么 看这招 给我倒下 送你起飞 反正只是碰巧而已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太嚣张 我居然被这种人 别以为你们还能活命 轮到我了 可以了 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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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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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姐真是天才 又变强了 又变强了 不 不可能 你们 到底是什么人 看来是你看我们 看走眼了呀 这下总算可以 静下心来谈谈了吧 我们有点事想要问问你 老实交代 你们为什么要找倩女士 找到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还有 我是她儿子这件事 是谁告诉你们的 你就不能一个一个问吗 先选你喜欢的回答吧 反正你最后都得说 已经没有可以帮你的手下了吧 妈的 你是叫黄拓对吗 然后你是这个建交帮的首领 没说错吧 是统帅 是吗 不好意思吧 那么 身为统帅的黄拓先生 请问你为什么要派手下 去找倩女士呢 她只是一家抚养机构的 温柔善良的所长 和你们这样的人 能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 你最好趁我还在问的时候 赶紧说了 童生哥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没想到你还挺难对付的 我都稍微有点累了 不过不用担心 我会全心全意地帮你 让你说舒服服地 全都交代出来 老实说要是行的话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揍你 毕竟你的手下们都看着呢 当着她们的面 让你哭啊喊啊什么的 也太不人道了 不是吗 我是真的不想让你丢人哪 我们会去找那老太婆啊 是因为有人委托我们 老板 所欲肯定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件事 这可是 老板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 老板 你在说什么呢 这儿的老板不就是你吗 我说的这位可不是 涅槃案这种破地方的小老板 而是整个夏威夷的老板 夏威夷的老板 表面上来看我们剑轿帮 和所欲是竞争关系 但其实 我们不过是同一个老板 麾下的两个分部而已 这位老板 怎能是 夏威夷黑社会的真正主人 那个叫欠的老太婆 偷了老板的贵重物品逃走了 只要把那个东西取回来 就可以卖老板一个人情 老板放心的原则 是欠下的人情都加倍奉还 这是什么意思 统帅 我认为老板绝对不会希望 听到您再多说一个字 喂 快跪下 老板会成倍给您的 可不只是帮他干活的报酬 背叛时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翻倍的 你小子 难道是老板那边的奸细 你已经背叛了的事 很快就会传到老板手下的耳朵里 接下来 就由我来举火为号吧 举火 什么意思 我说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誓死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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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 啊 这里楼层应该挺高的吧 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个家伙 为什么那么做啊 究竟是什么情况 喂 刚刚那个家伙 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背叛老板的事 老板很快就会知道 刚刚跳楼的那个 是你老板派来监视你的人 还有呢 他说要举火为号 简直就到外面去了 举火 那他刚才跳楼 是为了通知别人 有人背叛 我儿子有危险 我儿子 什么 快联系我儿子在的那个房间 让人收好 谁也别放出来 给他们所有人送绑 让他们去保护我儿子 啊 不对 可是 虽然一头雾水 不过先听他的吧 感觉情况很紧急 啊 童声跟着你要说了的话 让我去我儿子的房间 他在顶层套房里面 就在这里的最顶层 知道了 不过你也别想跑 我们跟你一起去 那就跟我来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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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统帅 因为令郎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了 那个女的也是我们的人 在遇见您之前一直就是呢 太迟了 我儿子已经被他们带走了 什么说 这些人也是 没错 他们全是老板的首相 我 谁都不能相信了 明明是你背叛在先吧 这种行为可是罪该万死 可别一下就不行了 要打了 混账 交给我吧 看这就了 想动手吗 啊 啊 本来说是什么 没错 怎么办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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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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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图 你把我儿子带去哪儿了 你要对他做什么 比起你儿子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你说什么 我会让你儿子死在你的眼前 然后再杀了你 所以你儿子现在没事的 放心啦 混蛋 居然这样和我说话 你怎么敢 你儿子 被他们带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 现在最要紧的是离开这里 拜托了 带我逃出这里 逃出去了我什么都说 我现在 已经没法判断 究竟可以相信哪个手下的 童胜哥 看来咱们最好离开这家酒店了 走吧 总之 能不能不动 你儿子 你看 你儿子 你儿子 我儿子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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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了 反正現在也沒空裡的 Wantos在酒店裡 跟Kasuga和他的船 他們在向南 所以請告訴警察他們向南 明白 這裡 有人掉了窗 快點 我從來沒看過什麼 喂 傻音啊 春日先生 現在都上網絡新聞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新聞說有人在涅槃安酒店裡 不知被誰從高騰推了下去 春日 抱歉 阿盈 我之後給你打回去 警察 準備離開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 接下來這裡發生的事 警方一概不知情是吧 Kas 這些人 全都是老闆派來的驚喜嗎 我說你呀 不管怎麼說 你未免也太沒威望了吧 不是的 我 我是 被他給騙了 沒想到居然會這樣 那你被騙得太徹底了吧 閉嘴 都別說了 沒事的 我們肯定能從這裡逃出去 現在才是關鍵 衝吧 我 是 我 你 我 我 不是 来吧 来吧 奖给我吧 好死你 怎么了 你决定我 快来 打 你打死我 好 好 我上了 这才是我的先 很好 做到了 王八蛋 喂 恍兔 该死 小千 你身上有没有手帕之类的东西 得把他的腿绑起来止血 等一下 我应该带来能用的 我们需要时间 慢慢听他说清楚现在的情况 还有 得找个不会被袭击的地方 那就得想办法去哪里弄辆车过来 不过 总之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喂 乙范 我们得带黄托离开这儿 你也来大把手 是 还是你 好了 一番 暂时就这里 让黄托我先坐下 你没事吧 黄图 感觉也是有点模糊了 自从你们来了 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 是吗 那可真是灾难啊 我去找辆车过来 不能再让这个家伙自己走路了 没错 去大盗四一派的安全屋 应该就可以进行治疗 那样最好了 我会几辆快去快回的 啊 拜托你了 那家伙 有没有可能也是老板的手下 看来现在你是谁都不愿意相信了 我理解 但是阿富没问题的 不过无所谓了 就算他不背叛 我也一样快死了 反正也没区别 我看你现在不还挺精神的吗 振作一点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 需要你帮忙解答的 要问什么来着 你会派人去找倩女士 是因为那位老板给你下达了指令吧 你还说倩女士带着老板的贵重物品 逃跑了 没错 那个叫老板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老板 他对这座道的掌控 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入和全面 我的组织里有他派来的奸细 警察里面也有 所欲内部也有他的人 那些奸细 对老板的忠诚 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你们也看见了吧 那个从肚长跳下去的家伙 只是为了同志老板 我背叛了他们 他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老板的 真实身份啊 是布莱斯 你是说布莱斯 就是夏威夷教团 巴雷卡纳教的教主 是他下令 让我们招老婆婆的 教主下令 你是认真的吗 那就是那个人 为什么 可巴雷卡纳 明明就是倩女士信仰的教团 不是吗 倩女士 明明就是教徒 为什么他们要抓他呀 我还没有想到 他人的教主 我最爱是 我最爱是 你 我最爱是 我最爱是 感谢观看